据彭博社4月27日报道 德国可能会限制向中国出口用于制造半导体的化学品 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 关于此事的讨论仍处于早期阶段 但参与会谈的官员意识到 此举可能会损害与北京的商业关系 报道还说 德国化工企业默克和巴斯夫 可能会受到出口限制的影响 可能限制对华出口的消息传出后 默克的股价下跌0.5% 彭博社称 尽管德国并不拥有高端半导体制造技术 但德国企业默克和巴斯夫 为世界各地提供制造半导体所需要的关键化学制品 德国媒体称 总理舒尔茨和经济部长哈贝克 就对华限制出口一事 正与欧洲盟国和美国密切联络 柏林的官员表示 华盛顿表明了共同合作 采取一致对华立场的想法 有分析认为 如果德国政府敲定此事 将效仿已经采取措施 切断对中国供应半导体生产设备的伙伴国家 彭博社称 这将是德国在重新评估与中国关系时 正在考虑的最新举措 哈贝克三月份 曾建议德国政府对中国实施出口限制 以防止德国失去其技术优势 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 此前屡次提及对华合作的安全问题 不过德国商界对此有不一样的看法 德美此前报道称 越来越多的德国采购商 希望扩大在华业务 纽约时报此前报道称 大众汽车和巴斯夫 依然在扩大对华投资 尽管明白这种投资 与美国在经济上孤立中国的努力 背道而驰 大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